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我们跟以色列人他们不同 但是里面的原则都是一样 旧约是礼仪制度 生活境界 像不可吃 不解的东西啊 有些要遵守一些礼仪制度 要献祭等等这些 但是这些不少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旧恩 你看在旧约里面 在立位基里面有很多清洗 献祭清洗 还有不解就要清洗 洗衣服 洗澡 其实这个洁净 洁净的礼仪 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救恩 还有献祭的仪式也是一样 还有对基督徒的道德要求 在旧约里面 这些礼仪制度 其实在某一方面就指向道德要求 而且你看到这些很多的礼仪 也让我们想到在新约里面 我们有一些的麻烦的问题 比方说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所谓的大麻风 大麻风是不解的 有没有 大麻风不是麻风病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和他病毒的发现 还没有麻风病 这个麻风病都是要在第八世纪 第九世纪才开始有到学名出来 其实在那个时候根本都还没有麻风病 所以你看圣经经文里面 讲到既是要查看皮肤发红或什么情形 那个完全是皮肤病 各种不同的皮肤病 大麻风是皮肤病 麻风病是不可逆的 大麻风可以痊愈 有没有 还有衣服也会长大麻风 衣服为什么会长大麻风 潮湿发霉啊 因为他们在旷野走路里 那他们的衣服都干热湿掉嘛 而且他们的衣服不像我们这个这么 透气柔软啊 对不对 有出来皮革 所以很容易发霉啊 这叫大麻风 房子会大麻风 房屋为什么会大麻风 臂癌嘛 那就是霉菌啊 所以你可以见那些大麻风不是麻风病 是指着皮肤病之类的 煤菌这些的 人的身体有很多不同的皮肤病 皮肤病当时有没有皮肤科 皮肤病 你知道有些皮肤病的病菌很难搞的 很难缠的 有没有 有些什么戒啊 什么戒窗什么东西 那不是叉药 还有电极啊 还有镭射 还有火烧 有没有这样 你们有没有 我不知道那个 脚长什么 什么柚什么东西啊 有爱很火烧啊 有爱在 那很 很玩烈的一些病菌的东西 可是请问弟兄姊妹 在模型那个时代 有没有什么续菌病菌的观念 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说有续菌啊 有续菌病菌是什么时候才有的 人类的生物学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病菌呢 那都要有显微菌的时候才有了 就是差不多三百年两三百年而已啊 不是吗 我有发现细胞细胞核细胞末病菌这些东西 不就是在讲三百年的事情啊 以前观念哪有病毒病菌的观念 而且何况摩西时代 摩西时代离现在多远 摩西离现在多久 很久很久我多久吗 三千五百年 摩西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的人 我们现在在公元前两千年了 两千加上一千三千五百年 那时候哪有什么病菌 所以这个里面处理很多问题都不会用医疗卫生条件去看的 他们都用宗教礼仪来要求的 这样了解吗 但是里面有不少的地方你看起来是跟卫生 像皮肤病 看到这个大麻疯的时候发散了 怎么办 隔离 为什么要隔离 会传染扩散啊 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他们当时都是一个帐篷 挨着一个帐篷 几百万人口啊 那个皮肤病 那个病就一扩散 我们今天看是用皮肤病角度看 当时他们没有这种观念啊 当他们就要马上隔离 隔离是最好的方式 隔离到最不解的地方 不解的地方隔离 因为不解 而且皮肤长皮肤病的时候 他们马上要彭头散发 然后喊不解啦 为什么要这样叫 不要靠近我 你靠近我你会不解 所以离心这不解是会传染的 所以你不能靠近我 他就不解啦 不解啦 彭头上法 要是不要靠近我 因为你靠近我你也不解 当然他们是用宗教理 他们没有那个病菌会传染的概念 你知道吗 那时候没有病菌 病菌细菌 这种东西概念的 那是这两三百年才有的 我们读圣经常常会用 今天的观念去看旧约 用今天的科技时代去解释旧约 没有回到当时的情境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都读得怪怪的 然后我们说圣经很怪 其实是我们怪 你不能用现在的角度去看这个旧约 你要回到当代 当代完全没有这种知识的 是不是 是你要回到这个里面 所以读旧约 新约也是 新约都离现在两千年 你一定要回到当代 用当时的眼光 当时的人处讯去体会 他们讲什么 他们没有我们的电脑 没有我们的cell form 没有我们这些什么科技时代 什么医疗医学的 没有 完全没有 他们就是古方秘传 秘书疗法 都是那些观念而已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 一查案不对就好像隔离 不能再评论 因为大家都挨在一起 我们今天想法是 哇 那个传染病不得了 可是他们没有这种观念 他们不是这种观念 他们就觉得宗教理 哎呦 这个宗教不解了 赶快隔开 但是他可以权益 权益要回来 权益可以回来 所以我们要看到说 其实就与了礼仪制度 生活境界 但是今天当然 我会提到有些这些事情 那今天跟我们新约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皮肤病就要隔离吗 我们今天有很多医药 也不一定要隔离 但是这个指向新约什么事情呢 我们今天有没有让我们想到 我们新约有一些的问题 我们很多的麻烦的东西 其实这些不解的东西 其实也象征我们新约很多基督徒 有各方面的罪恶 多如牛毛 你看到这些不解的条例 好烦哦 你想今天我们犯的罪 不是好烦吗 大大小小的 有些罪容易处理 有些罪真的好难缠 跟着你怎么样都 胜不够它 就是一直勾着你 有没有 我们每个人常常都会有一些这问题 好难缠的罪恶 这些有些不解的东西好难缠 有些是一辈子不解 因为它没办法权益 好难缠 其实今天在新约里面也有 所以西伯来说就说 我们要放下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容易残累我们 所以这些的不解 其实在某一方面来到新约里面 你看象征我们 我们常常有大大小小 多流氓的一些污秽的东西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我们真的是满身都是罪污的人 就好像旧约这里面 很多不解的条例 我们是不解 在上帝面前圣洁的光中 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不解的人 思想的东西 脑袋想的 嘴里面讲的 口中心里想的 大大小小的 还有有些很难缠 很难搞的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直捆绑我们的 这些不解 好 另一位记的要字 Keyword 圣洁 Kodes 希伯仁Kodes 就是这本书的要字 他的思想不满整卷书 因为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 上帝是圣洁的 所以他要求百姓的生活 也当是圣洁的 圣洁是耶和华上帝 最深最内在的本性 他是全知永恒不朽的上帝 他的道德存全没有瑕疵 我们讲耶和华是慈爱的 耶和华是良善的 耶和华是公义圣洁的 耶和华是怜悯的 在这么多的 不同的属性里面 圣洁是他里面 最内在性最深 而且是一个 主宰性的一个属性 也就是说 我们讲爱 上帝的爱 我们的爱若是没有圣洁 那个爱就不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爱有圣洁 慈爱怜悯有圣洁 温柔良善要有圣洁 知道吗 因为圣洁 他是里面最深 也是最涵盖最广的属性 所以我们讲爱 若是没有圣洁 那个爱不是从神来的爱 不是从神来的爱 需要耶稣的保血洁净 因此没有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爱 很好 爱是永不止息 如今有信 有望 有爱 最大的是爱 所以有爱 可以好像走天下 在教会里恨行物主 这也是教会今天的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爱是不喜欢不义 爱是只喜欢真理 爱是有圣洁的成分的 若是爱不是圣洁的爱 那个爱是人间的情爱 人间的私欲会坏事情的 那个爱不是从上帝而来的 爱是要圣洁的爱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不要因为你就有爱 就包容 包山包海 包天包地 不对 有些事不能包的 有些事要对付 需要洁净 需要赶除 因为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 所以圣洁是在耶稣上帝的属性里面 可以说是主宰性的圣洁 祂的人 祂的良善温柔忍耐都有圣洁 所以最深的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赛亚书看到 这个天上异象的时候就 撒拉佛就高唱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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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以赛亚说 完蛋了 完蛋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他遇见上帝的时候 他说 我讲话不行 然后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百姓当中 他觉得我完了 当人站在上帝 至圣至节的荣光当中的时候 人无以躲藏 人会觉得自己非常误会不堪 所以以赛亚说完蛋了 完了 我灭亡了 我灭亡了 圣节 上帝的圣节 所以这位圣节的上帝 住在以赛亚的百姓当中 那以赛亚人怎么跟上帝同住 所以上帝要求他们 你们要圣节 因为我是耶和华 我是圣节 所以这个词汇 这个聘语在立位记 一直反复出现 我是圣节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是圣节 所以你们要 这个词汇一直反复出现 在立位记里面 所以这个是整个立位记 很最重要的思想 他住在以赛亚当中 要求百姓 以赛亚的百姓过圣节的生活 当他的圣节没有受到尊重 被冒犯 怎么办呢 就必须赶紧借着献祭来修补 所以赎罪祭 赎千祭就是为这这么来的 当以色列百姓冒犯了上帝的圣节 没有遵守上帝颁布的利率典章 得罪上帝 他们跟上帝的关系破坏了 破坏就要去修复 知道吗 怎么修复呢 透过献祭 不然冒犯者可能要被处死 所以以色列人 如果按照上帝的执事行 赠败 上帝的圣节就被彰显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 有献祭的条例 知道吗 一方面是要修补跟上帝的关系 一方面是要强化跟上帝的关系 圣节就是跟世俗分别出来 归给上帝 Kodesh就是分别出来 跟世俗 跟这世界世俗分别出来 归给上帝 好 在这里有一个关系的图表 在我的讲义里面后面有给你们 我提前在这边告诉你们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以色列人的圣节的图表 你看以色列人的东西 他们用东西有个叫做俗物 俗物就是一般的东西 或者也可以把它翻成反物 这在第几页 我给你们讲一里面 第八页 你们如果有代表也可以在那边 第八页里面提到 你看以色列人的东西有 一般人我们用的东西叫俗物 世俗的东西 或者反物也可以 凡间 就是世俗 俗物可以分成捷径和不捷径 这个捷径不捷径是礼仪 宗教礼仪 这个不捷径的东西 不是它是邪恶的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诸是不捷的 你不能说诸是邪恶的 不 它是按照宗教礼仪来分 知道吗 不是说不捷的东西 它的本质就不对 你像这个所谓的漏症 妇女的月事 男孩子的宜经都属于不捷 那请问月事跟宜经 是邪恶的事吗 是犯罪的事吗 那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所以那个不是犯罪 但是被归类为宗教礼仪 它不捷 所以这里面讲到 俗物有捷径和不捷的东西 这个然后还有所谓的圣物 圣洁的东西 俗物不捷的东西 可以透过捷径的仪式 比方有的是用清水洗一洗 或者是献祭的提号 它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什么 俗物变成捷径的东西了 捷径的东西 它又怎么成为圣物呢 它要经过献祭的仪式 或者成圣高抹 所以有一个献祭的仪式 或者是高抹油 它就被分别就成为什么 成为圣物 圣物就归给上帝的 叫圣物 你比方说会墓 会墓里面的所有的材料 都来自哪里 造甲木 那个县 这个银座 所谓的铜铁 请问那些材料都从哪里来的 天上掉下来 从哪里来的 自然的 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来的 上帝从哪里来的 以色列百姓奉献的 出外集记不是这样记载吗 要造会墓 所以百姓就把所有的经营财物 他们要求什么就奉献什么 有没有 捐献两个人叫亚和利亚伯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比萨列 很会做巧匠的人 来教导人 开始做编织 这些县都从哪里来 从你家 从他家来的 百姓奉献的 所以会墓里面所有的材料 你家有没有 有没有 我家也有 都是鸿蒙家奉献 你家奉献的吗 对不对 但是那个东西 奉献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会墓的东西 叫做圣我家的就叫俗呢 为什么 会墓里面那些漫木漫 你家可不可以有啊 桌子叫甲木 你家可不可以有啊 那为什么他叫圣你家 就叫俗呢 因为 他经过 献祭 用羊羔的血 用血抹过 仪式化 然后还有抹油 当慧墓立好的时候 摩西就用 献这个慧墓的时候 他就 用血 象征性的抹 这个慧墓 还有用油 橄榄油 抹这个慧墓 象征这个是仪式化的东西 让它成为成圣 所以从此以后 慧墓就叫做圣 慧墓 圣索 你们家叫做 你们家不叫圣索 虽然那边东西 很多时候都是你我奉献的 对不对 那边财子你家有 我家也有啊 那个献我家也有 你家也有啊 那为什么他是圣 我家是俗呢 因为他 因为他经过了仪式 献祭礼 还有高摩 归给上帝 所以这叫圣 所以这个圣洁的东西属上帝的东西叫圣 所以圣洁的时候 这圣会所会墓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把它玷污 不可以玷污成为什么 世俗化 所以祭司立会人 他们要看守会墓 不能让一些不洁的东西进来 知道吗 他们看守要赶足出去 他们要负责看守会墓里面的所有洁净的东西 那 他们穿着袍子 他们的制服 祭司的袍子也是一样 在会墓里面侍奉 当他离开会墓的时候 他要脱下那个圣袍 穿上自己的袍子出去 那不能把圣袍穿到外面 叮叮叮叮四个屋子 不可以 那个圣袍好像在会墓里面而已 那叫圣袍 分别为圣的东西 所以你不能把它怎么样 玷污 知道吗 亲爱的众姊妹 以色列百姓是上帝分别出来的圣民 从世界分别出来圣民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因为他们是被上帝什么 分别出来的 所以他们是圣民 亲爱的众姊妹 你和我呢 请问我们有没有耶稣的宝血 请问你有没有圣灵 所以你是 你还没信主之前是 鼠屋又可能又不洁 怂有烂 这个鼠应该不能叫怂 我们过去是可能是个不洁的 是一般的人 经过我们认识耶稣 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 洁净我们 圣民我们最爱的 又借圣灵的内助高谋 所以我们成为什么 圣民圣徒 所以保罗说在耶稣基督里的圣徒 所以你我都是圣徒知道吗 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标准达到很高很高标准 所以叫圣徒 是因为你我是被圣洁出来的 所以因为你我是圣徒 所以不可以犯罪 不可以玷污我们的身份 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 因为你我是圣徒 所以不要去犯罪的生活 要从不解的地方分别出来 因为你已经是圣徒了 不能再犯罪 因为不然就被什么 玷污又回去了 变污秽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会墓是圣所 因为它是被分别出来的 西乃山 为什么叫圣山 因为它是被分别出来的 知道吗 是上帝住的山 所以叫圣山 所以一般人不可以随便上去 以色列人长老 也还只能到半山腰而已 只有摩西可以到最山顶 看见耶和华的面 百姓只能在三脚下 知道吗 这叫做圣 所以圣节的观念你要知道 圣节就是被分别出来 经过薄 经过血 以示化 经过血 经过抹油 在新约里面就给我们看到 是耶稣的薄血 把我们捷径分别出来 拯救我们 脱离这最后的世代 然后又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 所以你我都是圣徒 圣节的百姓 了解吗 你知道你是圣徒吗 因为你是圣徒 所以不要糟蹋你的身份 不要犯罪 不要叮污 不要世俗化 因为你是圣徒 所以不要 要搬旁就搬旁 不要醉酒醉得麻麻 谁都不太像样 不合圣徒的体统 所以保罗说不要做一些不合圣徒体统的事嘛 因为我们都是圣徒的 被分别出来的 这样了解吗 这个跟天主教观念不一样 天主教的人不能随便称信徒叫圣徒 除非丰圣 丰圣天主教真的是大有成就的人 像彼得 像圣法兰西斯 他们有所谓印象印记 他们才会成为圣徒 那是天主教的解释 可是在圣经里面保罗给我们看见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都是圣徒 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标准有多高 是因为我们是被保血 捷径有圣灵内住的人 我们就分别归给上帝了 好像会幕里面东西都归给上帝了 所以那是圣所不可以玷污他 你我都是圣徒 所以要注意生活 不要糟蹋了我们的身份 不要糟蹋你圣徒的身份 知道吗 没人就变成回到这个 怂或属无或不解去了 万一不解还可以透过 洁净的礼仪循环过来 那万一我们犯罪玷污了 我们又可以透过认罪悔改洁净仪 又回到圣徒的样式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就是圣洁洁净不洁 洁净跟圣洁还是有一段的区别 洁净是指你的家那个地方 没有宗教礼仪规定的不解的东西 那个地方就是不解 那就叫洁净 所以但是圣的地方 神圣的地方只有一个地方 叫做会幕 你家可以是洁净的地方 但是你的家不会是圣所 我说对以色列人来说 你家可能是洁净或不洁净的地方 但你家可以是洁净的地方 但是他不是圣所 知道吗 但是圣所一定是洁净的地方 这样了解吗 所以洁净跟圣洁还是有一个差距 但是洁净已经非常靠近圣所 只有洁净才能够进入成圣洁 这个观念大家有吗 其实这个就是令月记的思想 而且新约也是这样 新约也是这样 在令月记把人跟动物 分为圣物 圣物 圣物 这个我提到就是其他不属 圣属之间不是他们本质上的 所有东西原本都是圣物 单经过洁净跟圣化 就现经过高谋 归给上帝就成为圣物 包括人 东西跟人 圣物又可以分成洁净和不洁净的 不洁的 所谓不洁的就是 宗教礼仪上规定的不洁的 好 另外 不洁的不能献给上帝 以色列人不能吃不洁之物 洁净的才能献给上帝 百姓要吃洁净的东西 凡上帝使用或属上帝的 都必须是圣洁的 凡献给上帝之物 经过献祭 程序 不是程式 程序会以圣高有高 某规给耶和华 那就成为圣洁之物 像会幕里面的财物 物件材料 了解吗 所以那些物件材料 其实都是来自百姓奉献的 所以你家都有 可是为什么突然他变成圣的 圣洁的 我们家都变成 不是圣的 我们家几多是洁净而已 是不洁 为什么突然灰洁 变成圣物 这么神圣啊 为什么呢 那不是我刚奉献的吗 因为他经过血 经过高有 而且他是献给上帝 就变圣 Holy Kodes 知道吗 就是这个概念 好 像祭司 祭司也是 他们要维持圣洁生物 他们被分别出来的 凡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之物 所以要保持他的圣洁 不能沾染世俗 不然就被玷污成为不洁之物 对以色列而言 圣洁不是一个抽象概念 它是一种可以达到的实际 实际生活 每日生活中 一直会出现的例行之事 所以讲到这个神圣或圣洁 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 它是一个实际 Practical生活的事情 而且是以色列人 可以达到的实际标准 知道吗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不能做到圣洁的事情 可以达到的 所以以色列人 透过这些的规定 宗教理议论是规定 他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是可以达到的标准 实际生活 所以圣洁生活 涵盖着食衣住行预略 我们所有的各方面层面 圣洁不是只有在礼拜天 敬拜上帝的时候才圣洁 不是在会幕里面 敬拜上帝的时候圣洁 出了会幕就不解 不 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都要过圣洁的生活 是他们每一天 甚至跟人交往 做生意买卖 都要圣洁 知道吗 对待继续在他们当中的 弱势的人 有规定要怎么对待他们 这个就是圣洁 知道吗 所以圣洁涵盖着生活各个层面 是可以达到的实际 他们透过善待一些穷人 善待一些弱势的人 他们就是遵行这些圣洁的条例 他们借着遵行不吃不解的食物 这就是他们维持他们圣洁的身份 了解吗 可以达到的 圣洁包括我们的健康 夫妻生活 穿着皮肤病 食物哪些可以吃 哪些不能吃 包括男女的性关系跟邻舍来往 欠债了怎么办 也包括在圣洁生活里面 欠债当然要还债啊 怎么会欠债怎么办 基督徒里面要注意啊 在立会记里面给以色列百姓生活 欠债要还债 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里面 常常会赖皮 跟基督徒借钱不用还债 特别跟牧师借钱不用还钱 耍赖 其实在圣经的立会记里面 欠债一定要还债 但是债主不要收起利息 你可以帮助 借钱帮助他借的困难 但是不要收起利息 但是没有规定说 那就不用一笔勾交 要彼此相爱所以就不需要还钱 没有这回事哦 彼此相爱不是用在这上 你欠债你也还债的 想办法还 甚至没办法还还卖土地还 土地卖还还不需要 卖身 西年后面的西年又要结起西年 就是卖身卖土地 怎么样恢复自由身的条例 所以你欠债都没办法 你要不要卖身 要不要卖土地 怎么会没钱 卖土地啊 卖房子啊 要还钱啊 你说卖了我就没房子住 那你欠债你就要还哦 基督徒好像都不是这样想 基督徒是因为爱 所以 欠钱 欠钱不用行 赎钱 赎钱不用行 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些观念 你独地位置的时候 你发现以色列生活不是这样 知道吗 因为那是个责任 你欠债你怎么不去还钱呢 你要想办法还钱 我不知道教会里面有时候会碰到有一些人 会想借钱 然后就赖皮不还了 这个不是很好的 当然有时候他若是真的还不清 或者是他这么努力还是还不清 那就是另外处理 也像西年到一个程度就宣告免债了 不用还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讲到西年的条例里面就提到这方面 但是基本上是要还钱的 但是债主不要加利息 对日野弟兄姊妹要解决他困难 脱贫 我帮助他在困难当中 我不加利息 但是你要还 就是他本身他要还钱的 但今天因为基督徒在这方面 因为爱 就不知道什么观念 就是现在 缺钱可以免责 你知道吗 手法吃 手法穿 缺钱 缺钱 免责 信仰说就是这样 是这样观念吗 不可以的 但是今天教会我知道很多 有不少这样观念 而且我真的很怕被借钱 不借钱又觉得没有爱 特别牧师传道被借钱的时候 又不敢不借他 不然人家讲说你没有爱心 但是借了你就知道铁定有庆无回的 这不对的 你既然有借你就要负起责任 要还钱知道吗 要想办法 这些努力要还钱 但是可以不要利息 帮助你 但是可以延长 没有问题 有其他人 所以这里面提到 包括我们欠债者 这都是我们的圣洁生活 知道吗 圣洁生活的层面 他是百姓的生活层 当然也是记者手册 所以提博说 没有立位记 基督徒的生活 就像一座没有地基的房子 没有地基的房子会怎么样 很容易垮台的 所以很多今天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因为没有立位记 所以我们的基 我们的很多信仰是没有根基的 没有扎实的根基 非常浮夸 表象表面 没有实在 不够实在 不是实在的人 实在的信用 这样了解吗 这个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 特别是在彼此相爱 爱上面的一些定义 我越来越觉得 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讲到的爱 有时候说太过腐烂 保罗在菲利比书为教会祷告里面 他说要你们的爱多而又多 在哪里多而又多 在各样的知识和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辨是非 然后结出人意的果子 爱若是没有知识和见识 就不会结出人意的果子 爱要有知识和见识 知识和见识就好像合体一样 一条合流的两个合体 一条大合没有合体会怎么样 大水来说怎么样 泛滥成灾 做大水做大灾 所以没有合体的爱 他大发爱心的时候就更糟糕 没有爱心还好一点 大爱心的时候爱会泛滥成灾 淹没许多的农作万人 死亡死生命 所以有很多爱是破坏性的 知道吗 不要以为爱都是对的 你没有知识和见识做合体 爱会出问题的 这保罗为菲律比书教会祷告 你们 盼望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你们才能够结出人意的果子 你们能够分辨是非 因为有合体 有爱 有知识和见识 所以你会晓得我应该怎么样选择正确的事情 在运用爱心的时候选择正确的事情 然后才会结出人意的果子 公义的果子来 今天很多时候因为没有原则的爱心 烂爱 所以结不出人意的果子 反而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在教会 没有建设性 没有造就性 都是破坏性 而且让人家很无辜 很无奈 这是不对的 弟兄姊妹知道吗 我是觉得这个 我们今天基督徒讲到这个爱 所以在新约里面 你要知道上帝是圣洁 他不只是爱 他是圣洁的 所以爱要有圣洁 爱里面一定有圣洁的 不然的话 那个爱不是从圣灵来的爱 那个爱是我们人间的 属地的爱 人间情爱 不是从上帝来的 从上帝来的爱 一定是圣洁的爱 一定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立位记 它的重要性在这里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 这有一个学者叫Janson 他认为 祭司神学里面的圣洁 他是一个光谱 他有圣洁光谱 他认为 他整理出来立位记的圣洁 有五个等级 那什么这是一二三四五 就是一就是最神圣 二是次三 那最不神圣就是第五级 然后类别呢 在以色列人的圣洁上面 有空间上的圣洁 有人物上圣洁 有仪式上 有些仪式是特别神圣的 还有实践上的圣洁 不同的圣洁 这怎么说呢 全部的以色列人都是圣民 是不是 但是 这些的百姓 以色列都是圣民 上帝分别出来圣民 可是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 他们也有不同神圣程度的人 谁最神圣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 大祭司 最神圣 接下来 祭司 接下来 接下来 一般百姓 解禁的百姓 知道吗 有不同的神圣指数 越靠近上帝的人 这个口诀你要记下来 越靠近上帝的越神圣 越神圣的限制要求越多 无论是什么 人 东西 空间都是一样 越靠近上帝的越神圣 越神圣的限制要求越多 最靠近上帝的是谁 大祭司 祂圣袍 而且只有祂一年一次 可以进到至圣所 所有人都不可以进去 而且祂也只能一年一次 祭司都没有权力 可以进到至圣所 只有祂可以进去 知道吗 祂最神圣 但是我告诉你 对大祭司的要求也最高 在立位记里面的20章 21章里面就提到 对祭司和大祭司的要求 那神圣程度要求最高 他们很多受限制 婚姻对象有受限制 喜事跟喪事的餐都有限制 过来就是祭司 过来就是立位人 从次降低 然后在空间上 以色列人他们 所有空间他们所在的地方 不是每个地方都一样 以色列人在他们空间上 哪一个地方最神圣 圣所 圣所里面哪个地方最神圣 至圣所 我看这里面有没有 我这里应该是有一个 这里面来 平面图 这是最神圣的地方是至圣所 过来是圣所 过来是所谓的外宴 对我给你们讲一里面也有外宴 然后过来就是以色列百姓的营区 不是每个地方都一样神圣 所以最越靠近上帝的越神圣 越神圣的限制要求越多 至圣所你可不可以随便进去 会被击杀了 连祭大祭司进去都要小心了 还有过来就是圣所 有不同的神圣神度 越靠近上帝的越神圣 至圣所为什么会最神圣 因为有越贵在那里 越贵在那里 因为他最靠近上帝 知道吗 这是地方 那过来就是百姓家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面 谁应该最神圣 人物方面 我们每个都是圣徒 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都是圣徒 对不对 请问 谁应该是在教会里面最神圣 感谢主 主任牧师 神知人员 你应该最神圣 因为你是最靠近上帝的 所以你的要求 对你的要求限制也最多 别人可以做的 你不可以做 这就是神学生 毕业神学生 传道人你要注意 你越靠近上帝 所以这个有保罗 你看保罗在对新约里面 对很多侍奉人员 有没有要求他的条件 条件 你看看保罗写信给提摩太 他讲到案例监督跟执事 你看看那个条件 对那个条件 他不是要品德 还有他的家庭 特别像监督 出入教的不可以当监督 监督是什么 监督就长老 出入教的不可以当监督 什么意思 刚信主没多久不能当监督 为什么 因为灵命很浅 他不能当监督 还有监督跟执事 都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这什么意思 做监督的或执事 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是什么意思 第五位是什么意思 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是什么意思 他不能一直离婚又再婚 婚姻上面要神圣 当然这是指信主之后 不是信主之前 信主之前 因为那时候荒唐岁月 都不算数 信主之后 不能结婚又离婚 结婚又离婚 然后你还当执事或长老 不可以 长老执事都不可以 那传道人呢 但今天教会有没有传到人 离婚又再婚的当牧师呢 你看到你会觉得 这实在不适合 不合乎圣经的教导的 你离婚又再婚 你怎么教导弟兄姊妹 关于婚姻上的神圣呢 圣洁呢 还有做监督的 长老他告诉他 做长老做监督的 你要先管理好 你家里面的孩子 孩子必须要爱主 你不能经营自己家 你怎么能经营神的家呢 治理神的家 你自己家都管不好 你怎么管教会呢 你呼一听 你怎么爱主 可是你的孩子都不爱主 你怎么做榜样呢 这不是我讲的哦 你读看提摩泰学书 那是保隆学给提摩泰的 有没有 为什么这么高啊 因为越靠近上帝的 越神圣 越神圣的 限制要求越多 这是不是来自立会记 是不是来自立会记 这不是我讲的 我只是把这关系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当传道人 我们要求主连绵帮助我们 真的我们也好好 顾到我们的家庭 还有有一些传道人 你的婚姻对象很重要 知道吗 立会记20章 21章就讲到 不是女人 你就可以起 大祭司的对象 婚姻对象 寡妇都不能娶 有任何离婚过婚的都不能娶 外邦人也不能娶 就不能娶 他只能娶本家的人 而且要求他是一定 对象一定在婚姻 性关系上完全纯洁的人 大祭司 就是要求他们在婚姻 男女性关系上 必须要美好见证 祭司可以娶寡妇 寡妇是死了丈夫的人 可以娶 大祭司连寡妇都不能娶 你知道吗 越靠近上帝人越神圣 越神圣的限制要求越多 祭司一般的女人 也不可以随便乱起 他也要请本家的人 但是离过婚的不行 但是寡妇他可以 离过婚的不是寡妇 也不能娶 只能娶寡妇 寡妇跟离过婚的不一样 知道吗 那大家知道吧 你看到吗 有限制 你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是最神圣 最靠近上帝人 他们的婚姻家庭 都必须要好的见证 亲爱的女子妹 今天的神学生 教会的传道人 是不是也应当如此呢 但是今天是这样嘛 那我们觉得很遗憾 所以在神学院里面 其实我们神学院里面 神学生要报考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interview interview的时候 如果你是结婚的人 也论你的配偶要一起来 我们在口试的时候 对不对 习章是不是这样 你的配偶一定要来 即使他没有跟你全职 当然我们都要知道 你的配偶是不是愿意 一起全职事奉的人 你如果不愿意的话 不会让你通过 不会让你进来读的 知道吗 因为婚恩很重要 配偶很重要 所以我有时候跟还没有结婚的神学生 跟他们讲说 你不要乱显 你是神职人员 你选的对象 你要小心 越靠近上帝越神圣 越神圣 一些要求越多 以前都没有这种观念 我说你的配偶很重要 你知道吗 不要是你异性就可以选了 这不是我的观念 这是圣经的观念 不是吗 是圣经的观念 我只是把它讲出来而已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 看成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但是今天我们发现 有时候我们神职人员 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没有好的榜样 你看这我们怎么能够带给 弟兄姊妹好的教导 还有所有侍奉的人员 你看在使徒形状里面 在供应饭食上出了问题 有寡妇 说信仰法 他就罵了 十二使徒就说 我们不能丢下 祈祷传道 然后去管饭食 我们不能 我们要聚穿信息 祈祷传道为事 那管饭食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人 你算了会 基督徒已经 那教会已经上万人了 你知道吗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从你们当中 选出七个人来管 十二个管不好 然后七个就管得好吗 因为七个是专职 知道吗 十二个是好顿减共筋 所以当然管不好 那七个就可以管好了吗 那七个有什么条件 选那些管饭食 管饭食 要有什么条件 好民生 为什么要好民生 好民生表示 他的信仰 有生活上实际上的见证 有的人在教会称爱主 在外面不好名声 糊线 糊线 在旁边冲 很乎心 在外面 不好名声 行也不好 但是 爱主 外面不行 要好民生 还有呢 口 displays .." 被聖靈充滿 那被聖靈充滿是個形容詞 形容他是一個豐富生命的人 靈命豐盛的人 還有呢 智慧充足 為什麼要智慧充足 管飯食要不要智慧充足 要啊 不然 沒有你還好你一來 大家沒得吃的人越來越多 管得糊裡糊塗 你不管還好 你又管大家都沒得吃了 因為你沒智慧嘛 要有智慧啊 你看靈命好名聲要見證 條件高不高 越靠近上帝的人越神聖 越神聖的限制要求越多 連管飯食都這樣 親愛弟兄姊妹在教會裡面 主務學老師小組長 帶領敬拜師會的 要不要有一個程度啊 還是他只要叮叮叮叮叮就好了 他只要會擊打叮叮叮叮 就在上面可以帶敬拜讚美 今天很多的敬拜讚美 讚美之前敬拜讚美 教會流行的 很多最多在這邊 都是不管什麼出資滥造的 那兒子就是要層層地 這樣就在那套 就在 Christina 那只要敬拜讚美嗎 использ 因為靠近上帝的越神聖 越神聖的限制要求越多 这是侍奉的法则 看到吗 所以传道人 我们懂立位记 你就知道怎么安排 弟兄姊妹侍奉人员 是不是 你懂立位记 你就会很谨慎 我会怎么安排侍奉人员 我应该怎么栽培 弟兄姊妹起来 知道吗 这些很重要 圣经给我们看到了 所以他看中的是你的灵命 你的神圣就是你的树林光景 除了这个会幕平面图里面 以外你可以看到 还有所谓的仪式 时间上 一年365天不是每天都一样 以色列人有一天最神圣 哪一天 7月10号赎穷日 每一个礼拜有一天 是神圣的日子 是哪一天 安息日 每一个礼拜有一天 每一年有几个节期 是神圣的 有的是一天 有的是七天 那是神圣 那所有这些神圣的日子 他们都需要建立在 安息日的基础 安息日就是停工 歇息 不能做工 不能去从事经济的活动 不能生活煮饭 但是可不可以吃饭 安息日不生活煮饭 可不可以吃饭 那怎么吃呢 对他们那时候没有Food Panda 我们今天可以Food Panda 他们那时候没有Food Panda 所以他们就是前一天要预备好 但当天不能煮 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耶和华节起里面都是这样 只有赎穷日 赎穷日不只不可以煮饭 连吃饭都不可以 要刻苦己心 因为那天最神圣 所以越靠近上帝的越神圣 因为那一天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 最靠近上帝的那一天 所以越靠近上帝的越神圣 越神圣的限制要求越多 连吃饭都不可以 看到了没有 这个法则 赎穷罪日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宗教节起 都要歇功 但是都可以吃饭 但是只有赎穷日那天不可吃饭 他们要为罪 认罪悔改 刻苦己心 所以你这样读立位记 有没有稍微通一点 读这些很繁琐的节日 有没有觉得蛮有味道的 献祭的仪式 礼仪献祭的仪式一样 有些献祭仪式是很神圣的 几乎不可以吃的 所有都要献掉 烧掉的 有些几乎是可以大家吃的 有不同的献祭的礼仪程度 不是每一个献祭的要求都一样 根据它的神圣程度不同 这个就是Johnson的圣洁地图 立位记的圣洁 这样可以理解 所以越靠近上帝了 所以你发现 对于祭司和立位人要求特别高 在立位记里面 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对传道人 弟兄姊妹一般对传道人 期待会不会比较高 正常的 对不对 对方的牧师 主任牧师 我长子 他们的属灵光景 他们的属灵情 都要比一般人更高 因为他们是越靠近上帝的人 他们摸的是神圣的事情 处理教会神圣的事情 所以他们要比别人更神圣 他们的生活要更属灵 更爱住 更圣洁 是不是这样 是 所以传道人也是要对自我 也这样要求 或承接圣子的也是一样 还有我们在安排一些圣工 小组长 按照他们不同的重要性 你要考虑人选 不是一个罗伯一个坑 不是他有恩赐 就可以承担这个职份 或不是他有社会地位 就可以承担这个职份 你要看他的神圣程度 他的树灵光景 这样子知道吗 不然的话 教会会出事 教会会变成侠灰 你知道吗 教会就不再是变成圣集的团体 会被玷污 变成社会属世的团体了 神圣性会被玷污掉 就是因为这些不神圣的人 他们的手伸进来了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立位记 这基础上的东西 好 我们休息一下吧 好 我们休息个十分钟